在我们的地球上有一处与世隔绝的神秘小岛 六万年来岛民拒绝与外界接触 这里被称为现代文明最后的禁区 外来人至今也不敢踏入这里半步 这座小岛就是北绍兵岛 北绍兵岛又叫北森蒂纳尔岛 位于印度洋孟加拉湾的安达曼群岛之中 归属于印度 与印度本土隔海相望 面积约60平方公里 相当于80个故宫的大小 岛上地势平坦 只有几座小小的山丘 整座岛屿被珊瑚礁包围 缺乏自然港湾 除了珊瑚礁之外 都是森林 北绍兵岛并不是一座无人岛 据印度201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 岛上人数约50到500人之间 他们大多皮肤有黑 因此有人类学家怀疑 他们或许是非洲人的后裔 数万年前 由于地球运动 北绍兵人随着板块漂移到这里 并在此定居 繁衍生息 之后海平面上升 北绍兵人被困在了这座小岛上 从此与外界隔绝 所以北绍兵人被公认是世界上 最后一个未被接触过的人类群体 而这个小岛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与世隔绝 人们不是不想去 而是去了就会有生命危险 1867年 一艘东印度公司的运输船在海上航行过程中意外发现了北绍兵岛 船员们登上了北绍兵岛 企图实施暴力战力 但遭到了北绍兵人疯狂的危机 当时幸好有美国海军路过 救下了一百多个人的性命 从此之后 人们就知道 生活在岛上的北绍兵人并非擅长 直到1880年 因属印度殖民地的行政官员带领手下再次登上北绍兵岛 抓获了几名成年的土著居民以及小孩 并将他们带到欧洲各国 官员希望能带他们认识现代文明 并且回去后能影响自己的族人 然而由于北绍兵人鲜少与外界接触 对外面的环境很难适应 不久后 成年北绍兵人便患病离世 原来北绍兵人与现代人在免疫系统上 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 这也就说明了 北绍兵人世代不愿离开小岛的原因 北绍兵岛上的人也一样 他们人口少 不能产生群体疾病 对外来的病原体完全没有抵抗力 官员无奈 只能将四个孩子送回北绍兵岛上 还希望他们能够传播现代文明的好处 但孩子带着现代人给的礼物 一回到岛上 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到1974年 美国国家地理设置组取得印度政府的许可 来到北绍兵岛 想要拍摄一期节目 尽管带来了各种美食和现代生活用品 但他们还是遭到了北绍兵人的驱逐 设置组的导演还挨了一件 直到1991年 现代人类带着食物 终于握到了绍兵人的手 尽管北绍兵人只是看中了食物 但已经是一次非常了不起的接触了 很多人期待在未来 北绍兵人肯定会选择拥抱现代文明的 但遗憾的是 印度政府于1996年 在北绍兵岛附近建立了一个五公里的隔离区 禁止任何人靠近 岛屿再次与世隔绝 现在没有人再去打扰小岛里的原始部落了 但对他们 好还是不好呢 我们的现代文明该不该去接触 甚至是破坏原始文明呢 在安达曼岛上的其他原始部落 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岛上的安达曼人在二战时期 接受了英国人的殖民统治 但很快 很多人就死于各种流行疾病 原本超过5000人的人口 截至到2010年 仅剩下不到100人 同样遭殃的 还有岛上的加洛瓦人 虽然当地政府为他们设置了保护区 但每天还是有几百名好奇的游客来到这里 如今 这里已经完全沦为一个旅游景区 而原始部落奇闻易事 就是最大的卖点 加洛瓦人被当作动物一样展览 而北少兵人抵抗外界的方式 反而保护了他们的平静生活 尽管他们落后的生产方式 人口的不稳定 以及内部通婚等情况 依然让人担忧 但如果北少兵人被贸然接触或暴力入侵 那么人类文明将失去这最后一块 实际时代的土地